和你一起终身学习 这里是为你读书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 洛克菲勒这位石油大王 留给儿子的38封书信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封书信呢 是思想成就人的伟大 洛克菲勒说 工程名就和身高相貌学历 家庭背景是没有关系的 工程名就取决于人思想的大小 而我们的思想大小呢 又决定我们成就的大小 洛克菲勒说 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 是思想之都 不过呢大学不光是造就人才 也产生白痴啊 很久以来很多的哲学家都在忠告我们 要认识自己 可叹的是什么呢 大部分的人都把它解释为 认识自己消极的一面 认识自己的弱点呢 当然很好 可以借此谋求改进 或许还能够让自己变得谦卑 不过也很危险 因为一味地认识自己消极的一面 很可能啊 让自己陷入混乱 自我贬低 如果你想变成重要的人物呢 就必须首先 使自己承认我确实很重要 而且你真的要这么觉得 这样别人才会跟着这么想 要先说 我确实重要 真的觉得我自己确实重要 然后呢 别人才会跟着这么想 你才会真的成为重要的人物 自贬啊 是一副毒药 它能够毒杀我们的报复 又好像魔咒 锁死我们 本来可以奔放的心灵 我们不能够左右风的方向 但是我们可以调整 风番呢 选择我们的态度 所以看重自己 是成功的第一步 看重自己 就是我们选择的态度 自傲当然有失风度 但我们任何时候呢 都不可以自贬 都要盯紧自己的重要资产优点 在分析自己优点的时候 千万不要太客气 乐观是一种信念 就是相信生活终究是乐多苦少 使不如人愿的事情屡屡发生 但好事 终将占得上风 虽然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但乐观就是 我相信好事最终会占上风的 他也很高兴的跟儿子分享说 在他十几分钟的记性演讲里面 获得了八次的掌声 他就把演讲中的内容呢 跟儿子分享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把我要讲到的内容 跟我的孩子分享 第二封书信呢 是起点不决定终点 上帝啊 为我们创造了双脚 就是要让我们靠自己的双脚来走路 梅利坚和众国的建国信念呢 是人人生而平等 这种平等啊 是权力与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我们这个世界呢 就好像一座高山 如果父母生活在山顶上 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脚下 当你的父母生活在山脚下 注定你不会生活在山顶上 很多时候父母的位置 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起点 在这个永远不缺乏机会的世界 永远没有穷富世喜之说 也永远没有成败世喜之说 有的只是我奋斗 我成功的真理 洛克菲勒小的时候啊 家境平寒 他说我人生开始的时候 也只是一个周星 只有几块钱的搏迹员 经过不懈的奋斗 建立起了人人艳羡的石油王国 在他人眼中是个传奇 不过呢他很想说 这是对他持之以恒 积极奋斗的悔报 他说机会啊 永远都不会平等 在费城的一个小酒吧里 一位客人谈起啊 某位百万富翁 说他可是白手起价的 百万富翁啊 是啊 旁边一位知情的先生 随身附和 说他继承了两千万 不过呢 他把这笔钱变成了一百万 这真是一个令人心伤的故事 在洛克菲勒看来 给人带来伤害最快捷的途径 就是把钱给你 所以 洛克菲勒说 在你和你的姐姐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意识的不让你们知道 你们的父亲是个富足的人 我向你们灌输最多的是 节俭 个人奋斗等等价值的观念 我不能够用辛苦赚来的财富 埋葬我心爱的孩子 愚蠢的让你们成为不思进取 只知依赖父母果实的无能者 洛克菲勒说 高贵快乐的生活 不是来自高贵的血统 也不是来自高贵的生活方式 而是来自高贵的思想 来自高贵的品格 自立精神 起点可能影响结果 却不会决定结果 第三封书信 做啥的聪明人 知识原本是空的 除非你把知识付诸于行动 否则它一文不止 而且教科书上的知识 很多都是知识的匠人 在象牙塔里面编出来的 带有自以为是的偏见 和现实格格不入 在这本书里面 洛克菲勒是非常强调行动的 洛克菲勒说 我希望你能够除去 对书本上的知识 学问的依赖 我以为这是你走上 人生谈图的关键 知识和学问本身 其实并不怎么样 我们必须加以活用 才能够发挥作用 要成为能够活用学问的人 必须首先成为 具有实行能力的人 也许有些人会讥讽说 哎呀 没有比自找苦吃再傻的了 不 没有不幸体验的人 反而不幸 没有不幸体验的人 反而不幸 并且我们要学会 善于做小事 做好小事 是做成大事的基石 如果我们一开始 就高高在上 就无法体会不熟的情感 也就不能够真正的 活用别人 要创造成就呢 必须借助人力 所以我们必须 从做小事开始 才会了解 不熟的心情 到有一天 我们走上更高的职位 我们就知道 如何让不熟 贡献出全部的工作热情 因为我们自己做过呀 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头脑聪明 一种是 活用自己的聪明人 艺术家 学者 演员 一种是 活用别人的聪明人 经营者 领导者 后一种人呢 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抓住人心的能力 每个人对自己 受到轻视啊 都非常敏感的 被别人看癌一解 就会丧失干净 但是呢 把一头猪啊 好好的夸奖一番 猪都能够爬到树上去 没有知识的人 终无大用 但有知识的人呢 很可能成为 知识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 一切的知识 都可能转化为 先入为主的观念 结果呢 形成一边倒的保守心理 认为我懂 我了解 社会本来就是这样 其实 记住一句伟大的格言 每一次说不懂的机会 都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自作聪明的人是傻瓜 懂得装傻的人才是真聪明 装傻的含义是摆低姿态 变得谦虚 所以越是聪明的人 越有装傻的必要 越是成熟的稻子 越垂下盗碎 第四封信 天堂与地狱比零 失去工作 等于失去快乐 洛克菲勒先生呢 从来不把工作 视为毫无乐趣的苦意 他却能够从工作中 找到无限的快乐 在洛克菲勒看来 工作就是一项特权 我们必须先要热爱工作 工作才会给予我们 最大的恩惠 很多爬向高峰的人 并不是在付出代价 他们努力工作 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工作 其实收入啊 只是工作的副产品 做好该做的事 出色的完成 该做的事 理想的心经必然会来到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辛勤工作的最高报酬 不在乎我们所获得的 而在于我们会因此成为什么 所以你工作的地方 就是一个恋熟的好地方 工作是一种态度 它决定了我们是不是快乐 同样都是实价 同样都在雕塑实相 如果你问他们 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们中的一个人可能会说 你看到了吗 我正在早时的网 哎哟 早晚我就可以回家咯 这种人啊 永远是工作为惩罚 在他嘴里最常突出的一个字 就是累呀 另一个人可能会说 你看到了吗 我正在做雕像 这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 不过酬劳很高 毕竟我有太太和四个孩子 他们需要温饱嘛 这种人呢 永远是工作为负担 在他嘴里经常突出的一个句话 就是养家糊口 第三个人可能会放下锤子 骄傲的指着石雕说 你看到了吗 我正在做一件艺术品 这种人啊 永远以工作为荣 工作为乐 从他嘴里最常突出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天堂和地狱都是由自己建造的 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乐趣 人生就是天堂 如果你视工作为一种义务 人生就是地狱 第五封书信 现在就去做 所以啊 本书他很强调行动 洛克菲勒劝诫儿子说 如果你不采取行动 即使是世界上最实用 最美丽 最可行的哲学 也无法行得通啊 即使很普通的计划 只要切实的执行 不断的推进 都比半途而废的好计划 要好得多 因为前者不一定大功告成 后者却一定前功尽弃 成功没有秘诀 要在人生中啊 取得正面的结果 有过人的聪明智慧 特别的才艺 当然好 没有也无可厚非 只要肯积极行动 就会越来越接近成功 所以我们各位 不要成为寻找借口的行家 借口就像一负的安慰剂 所以在洛克菲勒看来呢 行动就是智慧 当然了 充分的准备大有必要 但必须适可而止 做太多的准备 却迟迟不去行动 最后呢 只会突然的浪费时间 计划是获得有利结果的第一步 但是计划并非行动 也无法代替行动 人生中最令人感到挫折的 莫过于想做的事太多 结果不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 一想到每件事的步骤繁多啊 便被做不到的情绪所震慑 以至一事无成 聪明人知道 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能够产生好的结果 只有明智的行动才行 人生随时都有机会 但是难遇到十全十美的机会 如果你要等到所有的条件都完美之后 才去做 只能够永远等下去 并且将机会啊 拱手让给他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不缺少 有想法有主意的人 但懂得成功的将一个好主意 付诸实践 比在家空详诸一千个好主意 要有价值得多的人 却很少 习惯呢 如同绳索 我们每天都在编织它 最后它将粗不可折 习惯的绳索 不是将我们带向高峰 就是将我们引向低谷 这要看是好习惯呢 还是坏习惯 坏习惯呢 容易养成 很难伺候 好习惯呢 很难养成 容易维持 第六封书信 幸运之神 眷顾勇者 洛克菲勒先生说 小心相信运气 会把自己扔到失败的田野上 我们不能够靠运气活着 很多人是挫拔机会当运气 幸运的人呢 是因为幸运才表现的自信和大胆呢 还是他们的运气 是自信和大胆的结果呢 洛克菲勒的答案是后者 他说 幸运之神 眷顾勇者 这是他一生的格言 每一个人呢 都是自信国决的人的支持者 我们期望 自信国决的人担任领袖 我们之所以受他们吸引 就在于勇敢国决 是一种魅力 所以勇敢的人 常常会比较容易成功 会比较容易担任领袖 总裁和司令官 那些迅速升职的人 大都属于这样的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赢家 你的行为呢 就会像个赢家 如果你的行为像个赢家 你就很可能去做 更多赢家该做的事 从而改变你的运气 第七封书信 为前途抵押 只靠自己一点一滴 日积月雷 挣钱发达的人 少之又少 更多的人是因借钱而发达 这其中的道理啊 并不深奥 因为一块钱的买卖 远远比不上 一百块钱的买卖赚得多 优秀的人在竞技中 想的不是输了 我会怎样 而是要成为胜利者 我应该做什么 人生啊 就是不断抵押的过程 在我 洛克菲勒说 在我从银行家手里 接过巨款 事后 我抵押出去的 不光是我的企业 还有我的城市 洛克菲勒说 我是合同契约为神圣的东西 我严格遵守合同 从不拖欠债务 第八封书信 最可怕的是精神破产 洛克菲勒如此劝勉 孩子说 孩子啊 一次失败 并不能够说明什么 更不会在你的脑门上 贴上无能者的标签 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没有顺随的人生 相反的 却要时刻 与失败比邻而居 也许正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太多 无奈的失败 成功才变得 魅力十足 失败啊 是走上更高地位的开始 洛克菲勒说 他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是踩着失败的螺旋 借梯升上来的 洛克菲勒说 自己是一个聪明的失败者 他会向失败学习 从失败的经验中 汲取成功的因子 乐观的人呢 在苦难中会看到机会 悲观的人呢 在机会中会看到苦难 天才发明家托马斯 爱迪生 用电灯照亮摩根先生的办公室之前呢 他一共做了一万多次实验 在他那里呢 失败是成功的试验田 十年前呢 纽约太阳报一位年轻记者 采访了爱迪生 那位少经世事的年轻人问 爱迪生先生 您目前的发明曾经失败过一万次 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爱迪生对失败一词很不受用 他以长者的口吻跟那位记者说 年轻人 你的人生旅程啊 才刚刚开始 所以我告诉你一个 对你未来很有帮助的启示 我没有失败过一万次 我只是发明了一万种 行不通的办法 第九封书信 忠于自己 利益是光照人性的镜子 在利益的镜子面前 一切与道德伦理有关的本质 都将显形 且一览无余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上帝之外 没有不追逐利益的人 一个有契约 却没有契约精神的世界 是可怕的 因为他将被无耻 卑鄙 欺骗等等的肮脏 所占据 这一章里面还有两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会先顾及自己的利益 第二句话是 好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 第十封书信 运气靠策划 有些人知道如何将收割机 变成收割钞票的镰刀 有人说过运气是设计的残余物质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是指运气是策划和策略的结果 另一方面的意思是 运气是策划之后剩余的东西 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运气 也就是说运气是策划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福音 在凡夫俗子的眼里 他们只要发现 有人在植物上得到了升迁 在伤害中势如破竹 在某一个领域功成名就 他们就会很随便 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 哎呀 这个人的运气真好啊 像这种人啊 永远无法亏见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 利运的设计者和建筑师 所以洛克菲勒的信条是 他说 我不靠天赐的运气活着 但我靠策划运气发达 我相信好的计划会左右运气 甚至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成功的影响运气 洛克菲勒如果在环境不好的时候 只感叹自己时运不济 随波逐流 他或许早就被征服掉了 但是靠策划 策划出了他的运气 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 你可能先有一个构想 一个目标 再开始呢 寻找实现目标所需要的资源 你也可能先有一些资源 接着再寻找 适于这些资源的目标 还可以把它们混合一处 形成第三第四种方法 例如拥有某种目标和某些资源 为实现目标呢 你必须选择性的创造一些资源 也可能拥有一些资源和某个目标 你必须根据这些资源提高 或者降低目标 你根据资源调整目标 或者根据目标调整资源之后 就有了一个基础 可以据词构思 并且设计结构 剩下的东西 就是用手段和时机去填充 和等待运气的来临了 好了 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继续分享 三十八封书信的第十一封书信 好 我们下期再会 最后tit了 前面 感谢